冬冬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她特意为你准备的蛋糕 你现在手头是不是很不方便 这边虽然没有多少 你先拿去应急 你以后都不用再给我了 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想过吗 你从我电脑里面窃取那个企划案 肯定是为了挣钱 我可以理解 虽然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是你骗了彤彤 你利用她对你的信任 她对你的爱 你居然骗她 你身为一个母亲 你觉得这样做合理吗 你身为一个母亲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家是最温暖的城堡 如果你连家人都可以这么对待 那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也不觉得奇怪 我们还是有关于你 她很善良 虽然她很难过 可是看得出来她还是很爱你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你前她一个道歉 对 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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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老躲着我 没有啊 我这要出门呢 去哪儿 阿业我 最近也压力这么大 不拉点儿新活怎么活啊 先走了 你去哪儿 喂 莉莉 您在公司吗 在啊 你找我 你现在过来一趟 行 那我去你办公室 我不在办公室 拜拜 坐 来 坐 有什么事不能在办公室说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为我好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做的那些事情 请你很清楚了 有什么话请你直说 没错 之前韩长长的确透过老丁说要还我二十万 这笔钱 是之前我因为某些私人原因借给他的 但是当下我没收 而且有第一时间 我就让老丁退回去 按你这个说法 你是打算推到汤姆身上了 这白纸黑字的写得很清楚 不管是你还是汤姆 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我能解释的我已经解释完了 你想要做什么 你可以说 总裁的位置我志在必得 只要你退出不跟我争 我保证让你在公司里舒舒服服的 毕竟 我还是很看重你的才华的 没事 反正我的钱 全都还给韩厂长了 你不用 不用怕温丽 总裂他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收条在温丽丽手上 收条在 收条在温丽丽手上 那两个人 说老韩死了不接我电话 真是傍着心大腿啊 我还老说职场斗争 一朝不慎万劫不复 没想到今天到我家了 老韩 我能把你扶起来 我也能把你灭了 你怎么在家的 你不应该把你肯定了 你不应该把你灭了 你只能把你灭了 你灭了 你灭了 那你灭了 你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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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您面子上可不好看 吓唬我呀 我告诉你啊 张红青 你刚才这番话 拿录音机录下来 扣到你脑袋上正合适 这查我们呢 我早就查过你们了 四哥看 瞅瞅 银行账号 取钱时间 取钱地点 取钱的数字 统统都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说你没拿过 你还说你没动过 你还说你没夸过 要不看见咱们过去的交情上 我早就对你们不客气 老韩 表情很狠啊 谈交情是吧 这么多年交情你不信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信丽雅 我亲手把卡交到她手上 把她交来 再当面对峙 可笑了 丽雅出国旅游去了 根本就没在国 那怎么会在家呢 韩天长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丽雅不在了 那么这笔钱谁花的 一时半刻也解释不清楚是吗 没关系 那收条呢 收条你怎么解释 老丁给你的收条 现在应该在你这儿 为什么会在温丽雅手上 太幼稚了吧 那条一直在我这儿压着 怎么可能跑她手上去啊 拿啊 拿我看看 你看 这看起来是真要少不来的 钱花了 是吧 然后还要收条 有你们这么玩的吗 有你们这么办事 我凭什么给你们 就你们 行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儿还有一大堆事 等着处理 这个钱的事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如果你们再这么闹下去 可别说咱们 谁的脸上都没光 你还没关系 你是相信我的吗 这卡我肯定是交到 韩丽雅手上 我当然相信 温丽雅肯定是用了某种方法 把收条拿到手 那现在问题就是 既然收条在温丽雅手上 咱们就要想别的办法 证明我们的清白 所以关键的问题 还是要找到韩丽雅 我玩没给他打电话 死也不接啊 很明显是在躲我们 如果真如还在那儿所说 他出国了吗 你担心吗 什么国内国外的 现在只要是躲起来 让我们找不着他 这个黑锅我就背定了 很明显 这就是他们父女俩 在温丽雅 给咱们挖的坑 明昌 你那边查得怎么样 我查一下消费记录 是在家酒店 里面呢是一家美容机构 不过找不到人 单线对不上 所以现在耽误之急 还是要找到 到底是谁 换了这个机构 不过幸好 温丽雅只是要我 退出总裁的竞争 并没有想把事情闹打 这也替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 不太明白的就是 他既然想打压你 你为什么不把事情闹打呢 还要私下跟你谈 我估计呢 温丽也听到了 人事变动的风声 觉得洪心是他最大的竞争 但是他现在呢 没有证据证明 你们拿了这笔钱 但如果洪心不退出的话 他一定会有后续的行动 但是这笔钱用了就是用了 没用就是没用 财务记录是骗不了人的 亲者自清 拙者自拙 我们一定会找到 是谁用了这笔钱 一点点钱都没有 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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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凡 走吧 赖皮 你怎么过来了 你还要你回啊 自己玩 我今天那个公司没事 回来给他玩回个戏 我给你买东西了 放进屋了 别说买东西了 你挣钱也不容易 没关系 我正好顺住新逛 你买点东西我自己心里也高兴 那段总是做得怎么样 做得挺好的 他很器重我 不涨工资了呢 真的 那太好了 你们吃饭了没有 我换个衣服给你做饭的 奶奶 还要你做 我都做好了 我给你热下去啊 你还会做饭啊 不会像上次一样 那边替你做的吧 静人 儿子 你跟你妈说一下 你爸做饭好不好吃 你刚吃辣 对对对 可爱吃 臭儿子 你这边谁学 我小景正事问你一下 你跟韩丽雅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我 我找他干吗呀 我现在就一门心思 认真赚钱好做人 就上次你欠钱的时候 红星帮你还那事 现在红星遇到麻烦了 只有韩丽雅能解决这一切 但他现在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想 他能去什么地方 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大习惯 什么习惯 有人给董公司发了信 把派派给举报了 为什么 好像是洗黑钱 不可能 我们爸看着不像啊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说的这事是真的 当然了 现在整个公司都传遍了 我看这次抛派是死定了 丽丽姐 您这招真是牛啊 这次首席总裁的位置 您算是稳稳当当地拿下了 丽丽姐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你说这事会是谁干的呢 这事不是明通吧 当然不是我了 我手里掌握的证据 只是提到了破派 并不能证明 它本人就有问题啊 再说了 上次我找他谈过 他好像表情一点都不慌张 要么这个破派就是老谋深算 要么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汤姆在中间做了手脚 不管怎么说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 我是不会报上去的 否则查下来对我也未必有利啊 可是不是您会谁吗 会是谁呢 你们这个法子到底行吗 那李李那么聪明的人 她能上当 要是万一 有什么后手呢 查起来 那 这个把你揪出来 如果说有后手 这时温丽丽会等到红星不从 放出点消息 用流言蜚语压死人 让我们百口难辨 可我觉得 还是不应该捅上去 哪有自己告自己的 这么一听说过 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反其道而行 我给你普及一下啊 从这个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小调消息 它特别容易传播 而且你越想捂越捂不住 它发酵得越快 那干脆你就把它挑出来 是吧 正本清云 这个谣言 不公自布 喂 长总 对 我到了 他果然在这儿 你过来吧 我想说别过两天他会走了 好好好 好 韩小姐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我怎么会找你们 为什么来找我呀 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啊 不是 丽雅 那你躲起来干吗呀 还有你这脸怎么搞的 算了 算了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去整容了 现在啊 正在恢复期 我不躲着 难道你让我这副样子 处于见人啊 那你这个得花不少钱吧 你懂什么呀 像你这样的人 估计一辈子也拿不出这些钱吧 那么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呢 我自己攒的呀 我管得着吗 韩小姐 你应该知道 现在只要去银行 就能调到刷卡的记录 透过刷卡记录 可以调出某时某分 某地的监控 就可以很轻易地知道 谁 在什么时候 花了多少钱 你这些钱 你有这个能力吗 我没有这个权限 但是公安机关有 这笔权对你来说 可能是小意思 但是它关系到某人的清白 他有可能丢了工作 甚至吃上官司 所以韩小姐 也不希望你三思 不要一错再错 行 没错 我确实把这笔钱 用在我的脸上了 但是我花的是我爸的钱 难道这也有错吗 早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博培 我为什么来找你 你应该清楚吧 我知道 我登场事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 严重性吗 我知道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 是有一件事情 要向大家公布 金总公司调查 我一直在下面议论这件事情 实属无告 子虚无有 这是因为 Tom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误收了这笔钱 而且他在第一时间 已经将这个钱还回去了 根据公司的调令条例 根据公司的调令条令 给Tom一个口头提醒 Tom 你接受吗 我接受 我知道大家一直在下面议论这件事情 我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后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原因就是 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议论 影响到工作 洪青 最近我是 睡不下睡不着的 但是在这个 特别关键的时刻 你能够一直信任我 能够一直挺我 别的我多说了 我都记这儿 行 那我也不多说了 任佩正贤 熟能无故 知错能改 善不大义 那 这顿算你的 我谢你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学习了函数的单调性 你们要把这节课里边学到的 减函数 增函数的概念 以及图像特征 把这个都给重点掌握了 有谁不明白的呢 可以下课之后来找我 好的 下课 请问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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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有道题 哪一个这个 这个 你想问哪一个呀 想问这个 你做饭 我洗碗 公平吧 你做饭 我洗碗 公平吧 怎么那么乖呢 来 你去洗啊 奥特伯儿 那个 跟我说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就是 其实 我有个朋友叫丁杨 你知道吧 他现在想跟我绝交 但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坏孩子 都怕我 躲着我 但我跟你说 自从江老师走了以后 就只有他愿意跟我玩 然而他最近总躲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你跟他聊聊啊 可是他躲着我 我怎么跟他聊啊 他躲着你 你就主动找他嘛 他别别扭扭的 你就大方一点 把事情说开了就好啊 还能够好朋友 试试 好 来 我要试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 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公布 借于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长官 薇卡的离职 总公司对广告集团的三位总监 进行了考察 博培 从入职以来 对PG公司的贡献突出 经总公司决定 这一任的首席执行长官 由博培来担任 恭喜你 江江啊 不对 我现在应该 叫你张总裁了 叫我领导就行了 张领导 我那个 现在特别想采访你一下 就是 为什么我跟关美洋那么求你 你都不干 是索菲亚给你灌了迷魂汤了吗 之前我只想把时间花在我自己喜欢 并且擅长的事情上面 但Sophia 点醒 经历了韩厂长的事情 虽然你不说 莉莉做了什么 她没有做了什么 我十有八九还是猜得到的 总公司也不傻 选择一个公司的领导人 那人品是不能够有差池的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她们两个人中间 任意一个人做了总裁 那么职业会被带到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我知道你只是想搞自己的专业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有的想法 都是要搭建在公司的平台之上 才可以去实现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 慎重考虑 我认为她说得是对的 文伟她说得是对的 我真的喜欢这里 我也不能辜负你们 不能辜负美容 所以 就这样吧 怎么了 什么理由不理 反正你想通了我就开心 从我遇到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盼着你坐上这个位子 今天算是我 永远以上了 就是我的工资是不是应该涨了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也觉得该涨了 但是你看啊 P.A.G.是有着一个 完善会计制度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想你的这个问题 会计部门会给你合理地解释 大关枪 大关枪 索菲亚 今天的结果实在是有失公平吧 你是最总公司的安排 有意义 意义倒是不敢说 我只是觉得 破派无论是从管理能力上 还是就职年限上 会不足以服众 我希望 总部能够重新考虑一下 你说得对 破派可能不是最聪明的 但是至少 他没有聪明反备聪明误 文总 这什么情况啊 这张鸿星怎么成了 你们公司的首席了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问题大了 您不等于害我吗 最早我以为 你在这个首席的位置上 能坐得劳 坐得闻酒 坐得长 可是你现在呢 你说不管我就不管我了 那不等于是我 我直接我就得罪你们 偏计了吗 韩厂长 事情是你自己做下的 难不成你还推给别人吗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怎么能倒打一耙呢 咱们之前说 华盛这合同应该还管用吧 这是咱们之前订好的 这是你跟华盛公司之间的事情 你可以去找陆明啊 我找谁啊 我都没见过他 对不起 我还有事情 先走了 这么舒服啊 这个位子更舒服 你要不要来试试 必须是啊 我刚才跟温莉莉小姐擦肩而过 我向她致敬了 他没理我 这个人素质一如既往的差 你也别太过了 毕竟是同事 你说我当年预言得很准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跟他有杀父之仇呢 不睡 不是个人恩怨 我跟你说认真的 这关键时候 你不能夫人是当断则断 要不然 他早晚反咬你一口 我 我就最怕你这个不表态 你说一句啊 知道了 再想想 好 好 行 安睁 你可认真想啊 你当真啊 你还用来给我打电话 行 你要跳海 麻烦给我带两只螃蟹上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韩 不要啊 老妮 这次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我让温莉莉这个女人给我骗了 现在呢 我又失去了你们PAAG这个大客户 你告诉我 我厂子里边上传下传摆着来好人 让他们怎么活 老韩 来 你跳的时候把姿势摆漂亮点啊 我给你拍个视频传访出去 你肯定火了 开始 我是老丁 你怎么一点头行心都没有啊 这事不就是我那败家姑娘给弄的吗 她钱也花了 你 你看她自个儿把她自个儿弄了一个样子 我 我我是哑巴吃黄脸 我 我有苦我说不出来你知道吗 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温莉莉搬弄是非 挑拨咱们哥俩这个感情 多可气啊 我 这 这 这可她真的是个误会 真的 你一言说完了没有啊 你跳不跳啊 你不跳我没时间陪你玩的啊 走了 站住 爸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说 你就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 这三年 你在我这儿好处费你还少拿了吗 我要真把这事给你捅出去 你心里好受吗 你有证据吗 这 我的丁大人哪 您今天几岁了还这么诱惑 就这种事还需要证据吗 我这么说吧 现在真的上面有人查你 有人审你 你能这么从容地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 能吗 对啊 对啊 老丁 你 你还是得能帮帮我 你说咱俩这两年来的 那不就是文立立这件事吗 那平时咱俩不是处得挺好的吗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的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被你打动了 真的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我不是怕你死啊 我是怕你这种忘恩负义 见利忘义 还有毁灭性人格的职业奸商 我是为了帮我自己 再帮你最后一次 你给我听清楚了吧 你跟别人怎么做我不管 跟张胡卿这儿干净点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 你嘴有办法能帮我 老规矩 咱们还是 只多不少 你刺什么你 别别别 我听你 那还不行嘛 行 以后的事咱以后再说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张东西 我表表诚意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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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有画像的合同 这不就是当初嘛 那时候我一犯剑我一糊涂 我就把那借条就给了这个温莉莉 对了啊 温莉莉这个女人可是不够简单 不够简单 我没准备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温衡 让我看的 怎么看 怎么看 要是把我做一个人呢 你这真的馬上去 我没有房子 把他做出身份 你不行 把整个青春都献给P.A.G 这么些年来 我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有几百个吧 从来没有失误过 给公司带来多少利益呀 他张红星算什么呀 凭什么一来就当了首席 打得很好的 丽丽 其实你没做错什么 是他张红星比你更狠 我们大意识荆州了 反正这口气我咽不下 你不是说一直想让我到华盛吗 我现在就递辞职 然后我们强强联手 我就不信干不掉他张红兴 莉莉 你不能走 难道你就这么甘心 让张红兴把你挤走吗 莉莉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那你拿不出一个 让人眼前一亮的见面礼 你 你靠什么让底下人负气啊 所以你现在不能乖乖地离开 你要相信再有本事的人 他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 握心长胆 增贷机会 好 谢谢各位 今天对我 对各位 我相信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座的都是业年的精英 都是PG珍贵的资产 我希望各位跟我一起加油 努力把PG打造成 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知名企业 放心吧 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哪 大家都支持你 对对对 博大 我们都支持你啊 谢谢 我办公室的门 永远为各位敞开 各位有任何的想法 随时欢迎跟我沟通 接下来 我要宣布一项人事变动 这是跟土工厅协商过的 我现在正式宣布 上官任命为新的ECD 执行创意总监 掌管创意部 马萨 转任为正式的MD 掌管媒介部 希望二位好好努力 为PG争取更好的业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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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把我生了 不不 我 我会努力的啊 淡定 接下来还有一项人事变动 总公司同意了我之前的提案 在原本的架构上面 增加一位VP 温馆行政管理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现在正式宣布 这位新任的行政副总 将有莉莉担任 请各位以后多多支持他的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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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瘋了吗 你还是被她附体了 你这玩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啊 玩猪放走啊 你耍什么滑枪啊 你为什么把她放那么高位置 保丁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 你冷静 你全家都应该冷静 你笑什么笑 你少跟我 你少跟我说 你只有把她扔得很高 然后摔得很狠 我只是单纯认为 莉莉比你更适合 行政副总这个位置 我单纯地认为她不合适 咱现在拼的是人品 这叫养虎没坏 你知不知道 你 你这么长时间 那问莉莉那什么人 你不知道啊 那就是一条蛇 你是准备做冬瓜先生吗 首先 在生活里面 我肯定不会跟这种人 成为保佑